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日美 主席 英俊建議 很多人 他不只來上課 來學習呢 一些怎麼樣處理 家庭的問題 親子的關係 夫妻的關係 那很多人也安排私下的会谈 因为他们很多的问题 没办法在上课的时候来讨论 比如说这个夫妻上的困难 先生的外遇 或者他对夫妻关系他不确定 他不知道这条路要不要继续走下去 有很多人是因为孩子的问题 孩子拒绝去学校 孩子有自我伤害的情况发生 孩子跟父母亲的沟通断绝 已经完全无法沟通 那有一些人是因为家庭关系 跟公公婆婆的关系 跟兄弟姐妹的关系 已经到了非常痛苦互相折磨的情况 那也有些人是因为自己身上 身心出现了一些状况 得到忧郁症 躁郁症 或者对生活完全提不起力量 非常的无助 那很多人来谈都是因为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不是生命的伤口 所以生命的伤痛是不一样的 这些是生命的痛 而不是生命的伤 所以很多人因为痛了 才会往外求救 如果你不痛不痒 那你就继续混下去 但是生命不会让你这样 一直含混下去 它会让你痛得不得了 有些人痛到晚上都没办法睡觉 不是身体痛 而是心理痛 烦恼 忧虑 焦虑 所以这些痛苦是生命的一个机会 如果不是因为痛苦 人不会走上一条学习跟成长的道路 人不会面对真正的问题 我们总是在逃避真正的问题 找一些假的问题 然后来回避真正的问题 如果刚刚讲的这些都不是生命的伤口 那生命的伤口是什么呢 所以生命的伤在我们小的时候是很痛的 但是长大以后有时候生命的伤已经不觉得痛 比如说我父母亲不爱我 我父母亲他们彼此不能相爱 父母亲太忙了 没有时间照顾陪伴我们 家庭里面的长辈父母 父母他们有重男轻女的倾向 所以身为一个女儿在家里面不受到重视 或者小时候家境比较困难 父母父母常常为了钱在烦恼 为了钱在奔走甚至争吵 那父母的痛苦看在儿女里面 我们觉得很难过很难过 那这些都会成为你生命的伤口 所以生命的伤口是来自于成长的过程 是来自于小时候 那很多人他会觉得 因为父母的能力不好 或者父母的生命本身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们造成了你在成长过程中 有很多的痛苦 挣扎 有很多的失落 有些人失落了求学的机会 有些人失落了去做自己的机会 那这些失落的感觉 会让我们产生怨恨 我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家的父母都做得到 为什么我们家的父母做得到 为什么父母亲对儿子都那么好 对女儿就把他当作是多余的 为什么父母不能像父母一样 他们天天吵架像小孩子一样 为什么我的爸爸要喝那么多的酒 回家来要像花瘋了一样骂人大人 为什么我的妈妈不反抗 为什么我妈妈要这样任由我爸爸欺负她 为什么我的父亲他不负责任 他不想工作 为什么爸爸在家里面以外 他还要去发展另外一段关系 建立另外一个家庭 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家他要把他拆碎 所以这些无形之中 会使我们作为儿女的 会对父母的生命产生质疑 会对父母的生命产生怀恨 那这些对父母生命的质疑 不能够信任他们 对父母的生命有怨恨 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爱 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长大以后 刚刚甄丽提到的生命的力量 我们的很多生命的力量 会耗费在面对这些过去的种种纠结 我们也会耗费在我们长大 但不知道自己是谁 甚至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长大 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这样的生命是必要的吗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生下来把我养大 为什么不让我小时候就死去 这样我的生命会不会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那种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怎么样扮演自己 那很多人有一个假设的想法 以为在这世界上如果我找到了一个相爱的人 如果我结婚了 我就可以脱离了小时候那些混乱痛苦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可以开始找到美好跟幸福 所以以为婚姻会是一个解答 所以在座绝大部分的人已经结婚了 对不对 有没有找到他 哎呀 以为是上天堂结果下地狱 以为那个本来应该要爱你的人 天天是在折磨你 我们已经很久不跟父母睡在一起了 但是现在是跟一个很讨厌的人天天睡在一起 所以你就会发现脱离了父母 找到了一个伴侣并没有解决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 我们把跟父母还没有算完的账 还没有了结的恩怨 我们会借着心里的一些潜意识的作用 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作用 会投射到我们的夫妻关系上面 所以常常希望你的伴侣 能够满足你小时候没有得到的这些东西 有很多的人 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 或者失去了父母当中的一位 那他结婚的时候 很自然的就会渴望另外一半给他那小时候没有得到的父爱 或者是母爱 那你希望对方扮演你的父母 你不知不觉的你就扮演了小孩 你就像小孩子一样在讨爱 希望对方能够爱你 但是有一个很不幸的事实 是我们在结婚以前都没有搞清楚的 就是一个受伤的生命 一个在成长过程里面没有成长完整的生命 他会娶或者嫁 另外一个也是在成长过程 也是受伤也是不完整的生命 也就是说很奇妙的生命会有互相吸引的力量 一个成熟度80分的人跟成熟度30分的人 我跟你讲就是不会相爱 即使对方长得再漂亮你也看不上他 但是很奇怪 那个成熟度30分的跟另外一个成熟度29分或31分的 很奇怪的很自然的就会相互相吸引 所以有些人说成熟度有些人叫脱累症 就是那种你生命必须要依附另外一个人的程度 叫脱累症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аться